學習末到了今天的三十國小樂林學習烏克利利班 舉辦了成果展 長輩們接觸這個烏克利利班 這個從四個月到一年多的都有 那麼今天的成果展上面 從這個自彈自唱到合奏 甚至是團體的彈唱 都難不倒這一些樂林中心的長輩們 老玩家還開心地表示 學音樂的老人不會變壞 邀請大家一起來玩音樂 過完這週學校就要放寒假了 學生們都在舉辦成果展 三隻國小樂林中心也不例外 今天是烏克利利班成果展的日子 在老師的帶領之下 學生們從接觸九四個月到學一年多的都有 今天的成果展上 從自彈自唱到合奏 甚至是團體的彈唱 都難不倒樂林中心的長輩們 學這個烏克利利有一個好處 老人家這個手指要動 頭腦要動 才能彈出好的音樂 學音樂的老人不會變壞 其實我從完全都不會的 可是我一直很想來這裡上課 為什麼 因為我想說 有朝一日我可以自己彈琴自己唱歌 而且同學們都非常的認真 我看到他們這麼認真 我不想來都不行 而且這個環境真的是很好 然後尤其是樂林 為什麼叫樂林 大家很多老人在家裡就是看電視睡覺 還能做什麼 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大家對音樂的概念也有改變了很多 而且真的這個班級真的很好 學員表示 開始學烏克利利後更加喜愛走出戶外 也認識了音樂樂理等相關知識 透過彈奏的過程以及歌唱合奏 訓練手部肌肉也刺激腦力發展 讓老人家不至於退化 重點是學音樂的老人家不會變壞 像他們這個年紀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在以前年輕的時候或許環境的關係 或是說工作忙碌 比較沒有時間來接觸到音樂這一塊 那現在政府都有在各地開這樣的 樂林中心的課程 其實非常歡迎樂林的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從家裡走出來 進到社區 進到學校 來一起學習 以前在年輕的時候沒有學到的東西 尤其音樂這一塊 我覺得非常的難得 學校有開這樣的課程 大家也可以掌握這樣的資源 來跟我們一起學習 烏克莉莉真的好好玩 烏克莉莉指導老師也是三隻在地人 在三隻區教學的對象 除了長輩還有小學生 雖然長輩學習起來比較困難 不過長輩們學習都是出自於興趣 因此成果總是特別豐碩 也鼓勵引發長輩們 可以多加利用社區以及社會的資源 多多走出戶外學習 培養多元興趣 記者大平函三隻採訪報導